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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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户、宾馆、娱乐场所进行全面走访排查 第三路兵力利用城市监控系统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经过的路段进行全面排查 第四路兵力对城郊附近有可能抛尸的地点进行大范围搜索 这时法医提供的初步鉴定结果 死者可能是一名年轻女性被害时间不长 于是警方一方面加强了 对全县娱乐场所、宾馆和酒店的排查 调查有失踪人员 一方面仔细搜索偏僻角落 查找死者的其他身体组织 绕着河走 看看在其他地方 其他河的什么地方 尤其是很容易抛的桥 桥的地方有桥的地方 进行搜寻 延长搜寻 看看他能不能发现什么其他的 这种组织啊 人体组织 就在其他几路民警 无功而返的时候 第三路民警有了发现 将大量的监控录像进行梳理之后 他们锁定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 当时在抛尸那个地点没有摄像头 但是上来可能就在个七八百米的地方就有个摄像头 当时就发现了这个人 骑一辆汪霸的自行车 还有戴墨镜 年龄差不多二十多岁 还有头发稍长 手上提着一个那个纸箱 然后再往后推 下一个探头 有发现这个人 这位人的特征和目击者对抛尸男子的描述十分相似 沿途的监控探头就像一只只眼睛 交替着记录下这个神秘年轻人的身影 但是当民警一直查到县城里温泉路和红烟路交叉路口时 年轻人却从民警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消失的那地点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 那里四边四周有民房 还有宾馆 还有饭店 有点成功算的准备到 里面出租物比较多 长治人口 将就人口 流动人口 能够说比较复杂 对杀人抛尸案来说 一般都是通过查找失源 才能查到犯罪嫌疑人 现在嫌疑人提前现身的 顺利的出乎专案组的预料 然而如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却让张春泽犯的难 因为这个区域居民太多 起码有两百户人家 都用那个大大的警力来来来来排查的话 一个是会容易让犯罪嫌疑 惊动犯罪嫌疑人 惊动犯罪嫌疑人以后就容易 暴露警方的意图 然后使这个犯罪嫌疑人脱逃 另外就是犯罪嫌疑人发现我们的警察 可能他会对他作案的第一现场 进行再仔细的 人家说比较深入的清理 一个言则就是内警万松 公密结合 那晚上的警灯 所有的警车不准开警灯 然后不准找装器去排查 他就是找辩府秘密的去调查了解走法 为了缩小侦查范围 民警对监控录像中出现的这个年轻人 进行仔细的分析 他是哪里人 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从那只女性小腿被肢解的刀痕来看 切口整齐 作案人显得手法十分熟练 那么他应该是经常使用 有一定重量的道具 从这方面分析 作案人有可能是屠夫 市场卖肉的商贩 或者是厨师 年轻人骑着弯霸自行车 头发较长 车速较快 他的年纪应该不会太大 大约在二十几岁 但是根据民警对那个区域的调查 屠夫和卖肉商贩中 没有这么年轻的 如果这个年轻人就是作案人 那么他是厨师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但是他干活的饭店在哪里呢 如就在这个城中村附近 还是在其他较远的地方 就在民警紧张摸牌嫌疑人的身份时 他们又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3月23日一大早 几乎就在滇西河抛尸现场的同一位置 一位放牛的脑人 路进这里 一个很大的纸箱 吸引了他 走近一看 已经散开的纸箱赫然露出一具尸体 我们把那个尸体一打捞上来 经过一看 应该说一个理性的 应该说就是气干 上只头头肚子 就切上那个小腿 并且通过那个皮肤 基本上我们第一感觉 应该就是头顶趴着那个人的同个人 纸箱内是一具赤裸的女性躯干 经法医鉴定 这于22日发现的女性小腿是同一个人的身体组织 很奇怪 因为头天晚上我们 所有的该布置的都布置了 该端点的都端点了 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来着 一到那我就想 坏了 是不是这个我们头天分析那个范围不对 范图形象根本就不住在这个区域 或者他的第一现场根本就不在这 经过仔细分析 漏洞找到了 在下午勘察现场结束后 民警曾经撤离过现场 到晚上9点 专业组分配警律对现场进行蹲守时 这中间有个时间差 民警分析 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时间差里再次抛食 城市的灯光比较昏暗 监控录像效果 看得不太清楚 有一个人骑着一辆弯霸自行车 从重点区域出现 但是他却没有携带任何物品 招尸体的大箱子怎么运出来的 还是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你的他没有穿任何衣服 那这个你的呢 那遗物呢 它随身物品 做好兇器啊 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再一次 到那个地方去抛击东西 第二次抛的时候 可能会看第一次抛的 尸块还在不在 然后可能还会有第三次 这时分析监控录像的民警 看着年轻人身后的出租车 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嫌疑人会不会顾车抛尸呢 因为装女性驱赖的指向较大 用自行车运送比较困难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顾车抛尸 如果是这样 民警事先划定了重点区域就不会错 现在女性被害人的衣物 随身物品还没有发现 而犯罪嫌疑人在同一个地点两次抛出尸块 那么就不排除他还会有第三次从这个区域出发到抛尸现场的可能性 于是专业组决定 一方面安排民警继续在洞电区域进行严密防空 一方面对县城的出租车进行走访调查 几个小时过去了 蹲守的民警仍然没有发现嫌疑人出现 公安局长张春泽决定改编策略 打草金蛇 这一招果然奏效 3月23日下午2点40分 几名身着警服的民警 沿着街道公开走访没多久 一名身材特征和嫌疑人十分相像的男子 骑着自行车突然出现在街口 并急速向城外驶去 方向正是跑尸现场 他要来这干嘛 难道真的就是他 这是我第一印象 然后他没有在那桥那停顿 当时了嘛 这是往另外一个方向 起了差不多50米 看了周围没人了之后 他又折到了桥那 在那观望 此时如果侦察员收网抓捕 应该是首到亲来 但指挥部却非常慎重 抓着以后 实际上还有头目麻烦的 如果抓他 抓他以后 我们不能及时的 就口供不能拿下来 可能在那赋予顽抗的时候 时间也长 另外一个行人可能就会惊绝 一个是遣他 一个呢 可能他对第一印象 可能进行一起更彻底 更干净的情敌 但是我得到的命令 就是继续跟踪这个人 看他要去到去什么地方 干什么 犯罪嫌疑人一番张望之后 很快骑车离开 侦察员紧随其后 秘密跟踪 犯罪嫌疑人 在路上放慢了速度 为了争取时间 指挥部再次出招 受到惊吓的犯罪嫌疑人 果然非快回来家 接下来的抓捕十分顺利 他说来得这么快 很明显 在床上的棉袭上 有大量的血迹 应该说当时感觉 应该就是错 应该就是他 第一印象应该就在那 现场非常有力的政绩 一个是袭击 一个是血迹 一个是骨头 果然不出所料 这间出租屋正是犯罪嫌疑人 杀人碎尸的第一现场 犯罪嫌疑人正是吴江 而他第二次抛尸雇佣的车辆 就是他身后的出租车 在民警面前 吴江交代出一段 令他痛苦难忘的时尚恋情 22岁的吴江是一名厨师 在弥勒县的一家饭店打工 2009年3月的一天 他在网吧上网时 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孩 杜丽 在网上 二人聊得十分愉快 他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于是 他们决定在街心公园见面 在公园里 两人聊得更是情投意合 由于下午要上班 只好暂时分别了 但是 短暂的分别 更是令人牵肠挂肚 于是 两人又短信相约 晚上再见面 当晚 两人各自带着自己的好友 一起逛马路 泡酒吧 酒吧就要打烊了 吴江和杜丽还是不忍分别 都觉得今生再也难以离开对方 于是 当着朋友的面 吴江和杜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结婚 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 但是他们说现在这种做法很流行 网上俗称赏婚嘛 并且网上也有这样的情况 嗯 谁是谁 就一见面就闪婚了 结果也过得挺好的 吴江谈过几次恋爱 却最终都被对方拒绝 感情上备受打击 这次 他决定要抓住机会 取回一见钟情的杜丽 杜丽不仅是漂亮的女孩子 更关键的是 他看得起自己 虽然知道吴江经济条件差 杜丽却并不在意这些 愿意和他结婚 还故事难 感情有故 两人认为这才是爱情 是真爱 他就说 你们祝福我们吧 我们也会过得很甜蜜的 当时他们的态度 也很坚决 我想爱情嘛 一见钟情的事情 也是有的 所以也替他们感到高兴吧 觉得他们挺幸运的 这么快就找到自己的一中人了 还很时尚 当时我们都挺羡慕他们的 吴江做出一定要取回杜丽的决心后 就开始行动起来 就在两人认识的第二天 他按照杜丽的要求 向朋友寄了钱 购买了新床 电视机 音箱设备 美美的布置着自己的小出租屋 盘算着以后 怎么和自己相爱的人过日子 当时搞这些事 他都叫上我帮忙了 还说要把房子搞好后 只要独立满意了 他们就 他们就去登记 他们还说到时候把老婆带回来 让他老爸老妈就不用再操心了 这时候 吴江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装饰房子 买家具 几乎划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但是想到能够取回漂亮的杜丽 吴江还是有些兴奋 一天后 吴江和杜丽第二次见面了 两人谈起结婚的事实 杜丽提出电视机买小了 还计划了到四月份再去买冰箱 洗衣机等物件 看到杜丽唯一的意见就是电视机小了点 吴江咬咬牙又借了朋友两千多块钱 买回来一台价值三千多元的夜镜电视机 然而事事难料 和吴江第二次见面后 独立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复杂 吴江经济条件不好 相貌也不出众 职业似乎也不好 重要的是 自己对吴江的过去 个性 家庭 等等 并不了解 这样就结婚的 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呢 并且 吴江就是自己 所要等的白马王子吗 自己所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要和吴江一起 满满便脑吗 不知道 吐立心事的吴江有些郁闷 上次分别后 自己本来计划的第二天就和独立去登记 然后带他回上老家 让了新儿媳 拜见公共婆婆 随之独立的电话却突然很难接通 自己拨打的次数多了 听筒中却传来独立手机关机的提示音 发短信 独立也没有回复 吴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那时候他总跟我说 我女朋友是不是出事了 打手机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她要是出事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 2009年3月20日 吴江终于联系上杜立 杜立同意第二天来到吴江这里 具体谈谈结婚的事情 他觉得不管怎么样 大家朋友一场 好说好散嘛 最后再见一面 把事情说清楚 3月21号 吴江兴奋的买来蜡烛 红酒 准备给杜立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 晚上7点 杜立如约来的吴江 租不住的小屋 吴江十分激动的点燃蜡烛 针上红酒 然而 杜立端起酒杯后 却并不喝酒 他双眼直视的吴江 缓缓的对吴江说出了 自己思虑再三的决定 先前美丽的约定都成了荒唐的笑话 自己精心的准备原来是一厢情愿 听完这些 吴江觉得眼前的珠光晚餐 一点也不浪漫 光很刺眼 眼前这个女子也一点不美丽 不可爱 面目可憎 可恨 吴江端起酒杯猛喝 看到吴江失态的样子 杜立有些害怕 便拉住了吴江频频道酒的手 这时候 满脑子仇恨的吴江 抡起红酒酒瓶 砸向杜立的头部 手紧紧地扼住了杜立的镜子不 初次见面 两个风华正貌的年轻人 将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景色优美的小河 却成为杀人抛尸的现场 谁是残忍的凶手 敬请关注闪昏引发的血案 男孩情义正浓 女孩萌生退役 时尚闪昏将会如何收场 打草金蛇 嫌犯落网 凶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 请继续关注闪昏引发的血案 女孩成立的调子 等下来 他这 certeza叫尚闪昏引发的血管 不见得重 不见不见 这一分钟 将是受阅五华正那种